发生什么事?新北市新庄区一部白色自脚客车今晚9点多行经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方向中华路出口前撞到护栏车上四人受到轻重伤 其中35岁男驾驶从高架摔到地面一名女乘客下半身失去知觉两人都伤势危急 消防人员表示驾驶从高架桥上摔下平面道路头部受重疮耳鼻流出血与体液脚步撕裂伤意识模糊 送北市台大医院急救另一名22岁女乘客受控车内尽管40分钟后由消防员协助脱困意识清醒但下半身已无知觉送板桥亚东医院 另两人23岁男子与22岁女子皆为擦伤错伤意识清醒送往新庄心态医院 警方正在现场进行交通管制 详细案发原因人带调查小客车撞护栏轮车身严重受损 详细案发情形人带警方调查记者陈彪文翻社 分享小客车撞护栏轮轮车身严重受损 记者陈彪文翻社分享